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姆,好的來玩這款黑色契約Mobile 我們來開始吧,哇伺服器好像蠻多了 為什麼VIP才順暢?這是什麼奇怪的遊戲 我們來個普通的怎麼樣 好 創立角色 有 男生女生嘛,這個是復刻以前PC版的畫面啦 所以你會覺得好像 畫面啊,遊戲的這個畫質比較弱一點 呃,形象應該是一樣的,就差在武器吧 來玩雙劍4好了 黑色契約也是以前的Online game吧,PCOnline game吧 來個黃頭髮好了 創建角色 哈姆 今天是5月10號,遊戲是5月9號開服的 他秘密中午兩個字啊,為什麼不行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上面要先確定 這有點小BUG 阿姆 阿姆 這樣跑出來對不對,跑出來我再建立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小小BUG 好,冰破新頻道16擁擠 真的假的 啊,此功能 什麼意思啊 訪客 這麼麻煩啊 我把它射一下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這個遊戲目前有幾個問題啦 就是 首先你如果是用iOS的話,好像聽說會閃退 然後剛剛 開啟遊戲的時候,下載檔案大概3G多啊 下載速度算蠻快的 但是那個 解壓縮的話花了2-30分鐘 為了玩這款遊戲花了2-30分鐘 有夠久的 那這遊戲他之前有在巴拉打廣告嘛 我以為是黑色沙漠 那我就怕死了 今天又再次看到他的廣告 新聞廣告 原來是黑色契約 所以昨天沒有第一時間玩 好,這個 稍微給你教學一下 你的背包啊 你的道具要分解啊 你要放裝備啊 這種裝備會佔空間的就是 學那個暗黑破壞神 以前暗黑破壞神的背包就是會佔那個空間 你可以想像這是 這麼大檔案的遊戲嗎 畢竟他是複刻PC版的畫面 所以就是這樣 這邊有一些熱捷鍵可以用 快捷鍵 那韓國MMO右上角是菜單啦 所以他就設計成這個樣子 音樂不好聽耶 我不喜歡這種很草的音樂 受不了 我自己小聲一點好了 有夠草的 好他會有國戰的設定 有沒有什麼畫質啊 就這樣而已耶 這什麼距離啊影子啊效果 都是最大的 好那模擬器的話他會幫你預設一堆熱鍵 我已經先隱藏了 GPS要幹嘛 我只知道GPS是衛星導航啊 你用那個地圖都會定位一下 自動分配一下我們的屬性 就是會玩這款遊戲的應該是想要 回憶一下吧 以前玩這款遊戲的一些回憶 那我可能沒有那個回憶因為那時候可能蠻多online game吧我可能玩別款吧 但是以前都會打廣告所以知道 有聽過啦 現在的問題就是 BG院有過草啦 這個耳朵會壞掉 我覺得等一下小聲一點 好收下技能書 刺激 我是拿雙刀了雙劍的 學習技能可以從每個村莊導師NPC那邊購買技能書 購買技能書 然後有攻擊輔助強化 然後有分新手劍襲 巴拉巴拉巴拉 所以我們學了嗎 你沒告訴我們啊 使用一下 這樣就使用是不是 我們點擊技能然後來登入我 這個用了嗎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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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擊的有4招 點這個 然後點這個 這樣就弄了 攻擊的有4招 他也沒有教學嗎 用技能打這個假人跟怪物 大可不必教學啦 反正現在都把全自動對不對 這裡已經自動啦 我們這個Skill的在這裡 Skill1有這個123456 我們現在用了4個技能 好像有重複的 有沒有看到重複呢 技能 對啊這個重複 不是重複是長得很像 喔這個重複了啦 這個把它改到3了 把這個取消量 看看我們技能 123 好體力什麼輸的應該是被動吧 體力強化 這邊我們會自動分配一下 它的分配是力量自力敏捷都有 以前的online game都會分配那個點數 異常公告有沒有 它跳出一個教學 iOS有沒有 iOS沒辦法使用序號 序號的話我會貼啦 貼在影片下方資訊 我有看 我有去他們點數看 他有一個序號的網站 不過我目前只看到一組啊 台灣人專殺台灣人 這會可以PVP的喔 這麼兇喔 這遊戲可以PVP喔 不然怎麼會殺來殺去 我這就去 木舍魚 好 找這個導師卡魯亞 圍城池 就他 他的任務的那個業命也挑太快了吧 打這個猴子啊 三道猴子的一生 哎每天都有那種 騎重機啊 或是騎摩托車在 在那個 某一些 三道那邊飆車 然後就失控 要對向車道 然後就被撞死 然後都是20歲啊 49歲啊 熱血方剛啊 這種新聞常常看到 我都替他們家人感到很不 不捨啊 把一個小孩養到18、19歲就這樣沒了 然後不然就是 夏天要到了嘛 夏天要到了就要去 河邊烤肉啊 去海邊玩啊 就發生溺水 每年都會有 台灣每年都會有 就會發生溺斃啊 那火災的話 老房子啊 也是常常會出現 每天都會稍微爆一下 哪邊失火啦 房子又怎樣啦 所以有些房子沒得住也是蠻恐怖的 像我們這種大樓 如果住了問題戶的話還是蠻麻煩的 不過現在沒有 目前沒有 目前大家都很正常 知道怎樣 加入工會喔 先不管他吧 昨天前天 昨天前天應該是失火吧 不知道什麼原因呢 在裡面就燒死了 一個是在市區的吧 一個是在那種 比較平房的 那種低收入戶 就是一個家庭的小孩啊 媽媽就沒了 而且低收入戶又生5個小孩啊 好像都是越窮的人 生小孩越多啊 越容易去生小孩 沒有聽到那個 草人的音樂了 我們來到沙漠之後就沒有了 就正常了正常 剛剛那個地圖有個草人 這個頻道實際上可以換吧 就是我在這個伺服器他有很多頻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VIP啦 VIP要幹嘛 為什麼還要分VIP 沒人的 搞不好非分都沒人還要分VIP 這個就要給那個老玩家才知道吧 我只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分流還要分VIP 聽下去 那些火災啊 反正目前都是打怪 收集 道具 然後找NPC回復人物 對不對那個 剛說那些火災啊 上下樓被影響那都要被求償了 對不對 家裡發生悲劇了 然後你還被鄰居求償 因為你失火了嘛 那些煙啊那些什麼東西造成 燒到人家家裡去幹嘛的 家具全毀了啊 什麼都全毀了 就 無妄之災啊 電線走火嘛 有時候這樣 家裡的延長線如果老舊啊 趕快換一換 不要省那700塊 延長線就 兩三百塊嘛 不要買不要省那個錢 覺得有點老舊趕快換掉 有一些低收入戶都用一些回收的家電啊 舊家電啊幹嘛的 就是以前的家電其實是很耗電 它都沒有那個 節能省電的那些標章啊 其實它是很花電的 就像我們都會 我們都是用那個 LED燈泡 LED燈泡其實很省電 跟以前小時候那種日光 日燈啊 燈管那種比起來比較省電 那你比較老的房子有沒有 他們就出租 租一些老房子嘛 他們都用那一種燈管 那其實是很耗電 就反而就 更花錢 你買那個新的家電什麼都會有一些節能啊什麼的 那就就有差了 就說什麼窮 窮困的人家會越窮困 就沒辦法往上啊一直往下 啊 節奏音樂又來了啊 小聲一點小聲一點 那那種 開Party的音樂 其實這畫面我覺得還好啊 就是十幾年前的畫面 十幾年前那個PC畫面 大概就長這樣啊 差不多啦 跑步的動作還可以啦 算流暢啊 然後鋸齒當然比較明顯啦 鋸齒就 然後不太能拉遠鏡 只能 角度只能這樣 然後這樣 他不能 往往往往往上看那個小屁屁小酷酷的部分看不到 然後我不能拉遠鏡 我可以稍微拉一下 可以稍微拉一下 這邊有個ROM嘛 這個ROM應該就鎖起來吧 是不是 這個ROM 這樣 這樣就沒有鎖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這些東西吧 這是我們的角色啊 我怎麼還在一級 我有沒有看錯 這個等級那麼難練喔 我才一級二三拍 我剛剛 分配點說是分配假的嗎 奇怪 還是他有分職業等級啊 角色等級跟職業等級 你看我這邊八級啊 為什麼這邊顯示 這是名譽階段 名譽 不知道反正我這邊顯示是八級 然後VIP 不知道 VIP有這個穿送 契約小鋪 有些時裝 職業的一些新手裝備 新手裝備 契約小鋪 然後這是背包的重量 藍位好像不太多 怎麼有一些寶石啊 要鑲嵌是不是啊 可以順眼 順眼 微塵石吧 剛剛好像有講 然後這是異常公告嘛 就是你如果是安卓的話 你如果是iOS的話 就暫時線不要玩 那我就覺得他那個解壓說 剛剛花了我二三十分鐘 可能有些人就受不了了 就就就就就就跑啦 就不玩啦 因為我們是試玩遊戲嘛 總是要等一下 等等看到底能不能玩 我這個要連動帳號 我現在用遊客帳號 有些功能是沒有開啟的 很簡單啦 因為他怕你那個 怕你是外掛 怕你是那個工作室啦 工作室可能 就會洗一堆空帳號 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這遊戲有沒有啦 工作室都去玩那個 阿斯達年代記的吧 或是什麼 HIT2喔 反正就那些啊 那些韓國的那種大型的MMM 是澳丁神盼啊 什麼的對不對 V4跨界戰 而且我都大概玩完了一下下而已啦 哎呀為什麼這樣 按太多下一直傳送 沙漠之虎 我看一下有沒有打擊感 好像有一點點 唉唷就是你打他的時候怪會被回饋 會被你打到 有稍微這樣被打到這樣 震震一下 然後他砍 砍的動作也不是那種比較免洗 都沒有任何回饋 幹嘛打這個啦神經病喔 點到了 再點一次他要傳送啊傻傻的 就在隔壁還要傳送 這邊應該可以放技能吧 我覺得啦但是 他已經AUTO了 他已經AUTO了 幫我用了 OK 撿這個 沙漠之虎的皮呀 回塵零石又50了 這麼多回塵石幹嘛 回塵他要石頭 好 好 我是覺得撇除畫質 畫風這個比較復古一點 其實他就是韓國的MMO 就是韓國的MMO 其實他本質還是就差不多是這樣 也沒有說不好 悠閒工會收人 我馬上被踢 因為我要下線 我要下線了 從此不再上線 黑色陰謀 黑色陰謀 這不是黑色契約嗎 黑色陰謀跟黑色契約有差嗎 還有黑色沙漠 黑色沙漠是那個畫質比較好的 就是比較近代的MMO 手遊 幾年前了吧 好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啦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贊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